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非常伤悟 在中国小红点 这有点过分 这有点过分 这就删在一起了 那就不是啊 我这也删在一起 现在就有优惠 现在什么拼头做话啥的 都有优惠啊 都有促销啊 现在你说说今年 拯救者耍猴的概率会低很多 因为今年大家都卖不好 今年是小年 大家都卖不好 你不要看英特尔更新了12代 Curray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没有用 真的今年都卖的不好 用户需求变少 这是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提问笔拔姓啥 你说笔拔姓啥 相信这边应该有老观众 老观众都知道笔拔姓啥 姓戴是吧 姓戴没错 笔拔姓戴没错 轻薄本户外使用 续航长要推荐一下呗 轻薄本户外使用 这不就是 不就是要续航 不就是一个续航长一点的电脑 我还是会推荐 LGgram 我这个人还比较偏心 我个人比较喜欢LGgram 我个人用下来还是比较满意 就是这台 这台机器 已经开卖了 当然你如果说你要求价格低点 那我另能别论 否则的话 卧槽怎么那么贵 可抵三千元 吓我一跳 这玩意儿怎么一万三呢 一万二 就这台 LGgram 这台机器 它出12台亏的版本了 股杂 对吧 9500 那么这台机器 它的续航表现是不错的 电池容量是很大 然后很轻巧 很适合户外使用 因为户外使用 很大的一个需求 就是轻电 你这台机器 16英寸 一下看 1.19千克 如果说你觉得 它太大的话 其实有小指寸可以选 有14英寸可以选 你就更加性别 一公斤弄不到 那我就是 那就更加便携了 再加上它续航很长 所以说就没问题 它既然标签续航 20.5个小时 你就算打个半剑 半折呗 你都有10个小时 所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机器 好吧 欧拉朱王是猪王的偶像吗 确实确实 我很喜欢哈琴欧拉朱王 游戏本日常温度多少算正常 你说打游戏吗 打游戏 在我看来 你先 首先千万比较姓鲁大师那个 鲁大师那个85度报警 千万比较姓 那个 打游戏 你只要别超过95度 我觉得都是能接受的 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好吧 别超过95度都是能接受的 游戏本团续航是不是耍流氓 也不是啊 游戏本 虽然续航肯定不能跟青毛本比啊 但是 怎么说呢 但是有些全能型的电脑 比如说像刚才 昨天我们疯狂提到那幻十六啊 幻十六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那个吗 就是可以 续航还可以的吗 九十万是电池 对吧 诸王 X17R2 3080Ti 两万多什么水平 旗舰级水平啊 富豪水平啊 那还用说吗 X17神机 我的天 这还用说吗 感谢我们的测试组的同事 你看 不仅要那个工作 还得给老板充建 你说这事干了 你说这事干了 这个叫工资返还计划 工资返还计划 NICE 你看这位同事 你说 你说平时啥事不干 你看天天在那发游戏视频 你说上班摸鱼 不测电脑 发游戏视频 我刚才让他测那个荣耀MagicBook MacOS Turbo的 那个MagicOS Turbo的那个功能 然后他跟我来直播间 充建上舰队 你说什么 你说我是感谢他 还是批评他 想使用Y9000X或者幻十六 做这种轻薄游戏本定位的 做办公本 会不会有点憨憨的感觉 不憨呢 憨啥呀 这个不只是不憨 而且是很 在我看来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因为 因为 我们可能学生群体 你可能看不见 他们办公室的人 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反正以前也打过工 打过几年工 我在办公室看到的电脑 都是一些 说难听点就是很挫的电脑 说好听点的话 就可能很严肃很正经的电脑 那么那种电脑 就 我们跟你讲 ThinkPad都是 ThinkPad的T系列 都是很高级的存在 最多的就是这种 一系列的ThinkPad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很上古的电脑 办公室里很多都是这种机器 很少有很酷的电脑 那么在我看来 换16如果说你拿到办公室里去用 那也太酷了 太酷了 除了有点重 说实话 你会觉得很累 否则的话 你搬到办公室里 是件很酷的事情 在我看来 那Y9线X也是可以的 Y9线X也可以啊 挺酷的 没什么问题 好吧 就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说 你就用来办公 那确实 我觉得 就是 钱可能有点多 就是 你的钱可能有点多 那 一样是1万块钱的 预算 你为什么不上X1 Carbon呢 如果说是办公的话 如果要屏幕大的 也有类似于这种P151这种存在 你为什么要买这种 游戏的浪费配置 浪费配置 好吧 那没必要 如果说你有游戏需求 那你可以买 好吧 这就是我的建议 我高中室友人手败家之间 哇塞 那说明你们高中同学 这个怎么说呢 高中同学的条件不错 工程的家庭条件不错 是不是ROG去上班 有点闪耀 在老板面前有点闪耀 不会啊 幻十六不是很闪耀 你们看这幻十六这台机械 很低调的好吗 你不要看他这个B面 弄得好像很什么样 你不要理他 你看他的A面 其实也就那样呗 他怎么没有A面展示啊 ROG做的啊 来了 对吧 A面就是 这个不是硬上去的 这个不是说你在哪个角度 看都是这样子 他是说你通过这个光线 不一样的光线 他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他有一点点小折射的感觉 这个这个这个很细微呗 就不是那种很嚣张的 你看ROG那个标志 就这么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 一点都不行 我好像很低调的一台机械 就是但是低调的同时呢 就是又又有主骚气在里面 就是总的来说 就是这种蒙骚的感觉 蒙骚的感觉 对吧 对啊 B值一块就看不出来了 你下载一个thinkpad的B值 对吧 你下载一个thinkpad的B值 你换十六 你换十六 你搞个这个B值 对吧 你上这个B值 我就不相信 人家会不会觉得 你这个是游戏本 或者说全能本 这个就是商务 对吧 非常的商务 非常商务 看到这个我就觉得非常商务 在中国小红点 这有点过分 这有点过分 这是山寨一集的 那就不是啊 我这也在山寨一集 云飞 云飞今天也会直播 我记得云飞今天会直播 看看 看看这个垃圾账号可以有没有开播 他还没有播呢 他还没有播呢 他今天应该会直播 他有9点对吧 那他一会儿也快播来 2021款小新pro16值得入手吗 2021款小新pro16 现在说实话 2022款快出了 我建议等2022款出的时候 咱们再做综合判断 现在2021款 价格确实不贵 但是 如果新款出了 然后卖的又不好 那万一要 万一卖的不好的话 那不就 老款不就会更加杀价吗 然后 新款也不会太贵 我觉得都是个好选择 好吧 都是个好选择 猪王 现在12代由雷电4办公本 外界显卡扩张物合适吗 不想通财世界 三个字 不合适 不合适 不合适的点在哪呢 就是 我们有 我们曾经跟你一样 我吧 或者说 我们整个办公室吧 我们曾经跟各位一样 都是很憧憬 雷电外界显卡扩这么一个方案 你想想看 想想看 一个电脑 一个轻薄本 它极致轻薄 对吧 但是它没有游戏性的 多可惜啊 然后呢 它有雷电4接口 如果说我外接一个独显 外接一个3080Ti 对吧 要求不高3080Ti 然后呢 再从显卡屋 外接显示器 外接键盘 外接鼠标 那这样子的话 我在上班的时候 一拔掉这个扩展 我就带出去上班 轻薄本上班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我插上这个 呃 轻薄本 插到扩展屋上 然后就瞬间变成一台 旗舰级的台式机 想想都屌 想想都屌 很完美的一个方案 简直就不能更完美了 但是呢 我们后面 就是想办法整了一台之后啊 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啊 它是有很多bug的 懂吗 它是有很多bug的 比如说你插上去之后 它首先一开始会不识别 没有装上显卡 啊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是说显卡驱动 弄得弄得掉的 或者说显卡 显卡驱动 上次插进去之后 发现像软件重装下 才能识别出来 否则你无论会怎么插拔 都是识别不出来 就是有各种各样 让我抓狂的bug 就是就是很难 你想象中 想象弄的就是很完美 就插上就用 用完拔掉就走 很完美是不是 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 你要你要搞驱动 就N卡NVIDIA的驱动 算是算是好弄的 就N卡的驱动 在外界显卡屋 这么一个使用场景下 弄得给我弄得下A卡驱动 对不起 我不应该黑你 但是我意思是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驱动问题很大 所以说不推荐这样子 好吧 那目前 如果说你实在想用的话 我目前推荐的就是 你拿换13 或者换X 外界显卡屋来用 因为他们显卡也是 显卡屋也是ROG特供的 换X 换13也是专门适配 这种显卡扩展功能 那专门适配 bug很少很少 否则你用兼容键的话 bug肯定很多 好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建议 我的一个建议